大家好,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营养健康的家常菜青豆豆腐包,适合老人和孩子吃,跟着我一起去制作吧 准备一块老豆腐,洗干净之后给它切成小块 做这道菜用老豆腐比较好,它的口感做出来更加的好吃 而且等会我们焖炖的时候,老豆腐也不容易烂 豆腐切好之后装盘,青豆倒进碗中,放清水给它洗干净 青豆按照这种方法等会做出来不变色,颜色翠绿好看有食欲 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肠,给它切成片备用 如果没有烤肠用火腿也是可以的,或者切一点胡萝卜片 看起来颜色也更好看,锅中热油倒入豆腐块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豆腐一定要煎一下,这样可以去除它的豆腥味 煎过之后的豆腐等会焖煮的时候,它的口感更好 软软绵绵的很有嚼劲,把豆腐煎好之后 我们再把青豆倒进去一起翻炒 青豆一定要炒一下,放适量的盐一起翻炒 也可以去除豆子的豆腥味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一起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倒入刚刚切好的烤肠片 一起煮两三分钟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砂锅中 慢煮五分钟左右 放一点生抽调味 不用放其他的佐料了 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这样煮出来的豆子软烂入味 豆腐绵软有嚼劲 汤汁也很鲜美 这道菜老人孩子都爱吃 今天分享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家常美食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 每天都有美食分享给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